假如给你一部智能手机 你能在荒岛活下去吗 这个男人有点虎 他是一个重度城市控 一天离不开手机 都活不下去那种 对荒野求生更是一窍不通 但现在他却准备只拿手机 当生存工具 去荒岛生活几天 小伙名叫罗素 是一位搞笑艺人 在网络上拥有无数粉丝 其中当然不乏求生大佬 所以罗素还是很有底气的 只要手机在 那不就相当于随身携带力寻大佬 视频一下面对面教学 还能饿死不成 于是自信小哥穿越半个地球 来到哥斯达里加的一处荒岛 在这里他等来了自己的队友 曾在奥运会中夺冠的 单版华训乐员珍妮 除了在体能上好些 珍妮和罗素没什么两样 他也是个荒野小白 但俗话说呀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有队友陪同 罗素还是很开心的 他已经准备好 在美女面前展现男友力了 眼前这座荒岛丛林密布 满是悬崖峭壁 送他们过来的胡子书 用新语几里呱啦 讲述了挑战规则 语言不通的俩人一脸懵圈 好在还有万能网络 刚发上去 就热情网友在线翻译了 原来 他们要在荒岛找到 回文明社会的路 荒岛求生 自然少不了开局跳水 罗素生霸海里有鳄鱼 下水前还专门上网搜了搜 哥斯达里加有水母 鲨鱼 鳄鱼 就是没有鳄鱼 看来还算安全 两人在水里铺腾 胡子书一脸不看好的预测 照目前来看 珍妮的状态还挺不错 一边是美女出水 一边是飞浪拍出表情包 对比不要太明显 看着自己的弱鸡队友 珍妮嫌弃的一把捞起行李 在37度的高温下 两人只想找个阴凉地 喝口干净水 可荒郊野外 哪里才能取水呢 社交达人罗素立马发推特 评论区各显神通 有的说拿塑料袋 薄树叶 有的直接甩出大佬的教学链接 而罗素选择直接联系大佬 面对面士兵教学 在大佬的指导下 两人正在意识到 岛上原来有椰子喝呀 只是椰子还要尽量选生一点的 老的椰子油脂较多 喝多了容易拉肚子 有了努力方向 罗素立马来劲 他换了一身装扮 揽下摘椰子重任 还给珍妮安排了找食物的直线 两人兵分两路 只是面对十几米高的叶子树 罗素瞬间傻眼 拿石头砸行不通 这棍子桶也行不通 这要是一无所获 等会儿可怎么面对珍妮呢 出于男人自尊心 他把主意打到了奢侈组身上 在撒娇卖萌妆庄可怜后 罗素成功获得 喷爬锁剧一副 只是岛上却很快传出 他的惨叫声 身残至尖的男人 还在叶子树上拼命证明自己 珍妮却在别的地方 直接白剪了几个 但是还没完 很快 她又在盐壁上发现了淡水 只要把营地扎在附近 喝什么的问题 再也不用愁 为了保住自己的命根 罗素这边最终放弃了 拿着节目组恩赐的椰子 迈着一拳一拐的步伐 罗素准备去找珍妮要功 可当她看到对方手里有两个后 那心情堪比无雷红顶 不过好在 珍妮以为她的那个是自己摘的 对她印象改观了很多 总算没白吃苦 接着 为了进一步展示男友力 罗素又掏出商店里买的日本武士刀 现场表演砍椰子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喝到戳戳的椰之后 珍妮突然想起 恩不对劲 我好像找到淡水了呀 为何还要喝椰汁呢 罗素更无语 合着 这一天白干 天马上要黑了 两人决定赶紧去淡水处打赢 可山间蚊虫肆虐 很快 他们就遇到了麻烦 这种蝎子 可是有剧毒的 随行的安全人员 都不建议他们继续走了 两人只能再次求助网络 他们给一位求生专家指点 然后得到了生火蛆虫的方法 山间扑叶很多 罗素掏出了 以防不测而准备的信号弹 点燃了眼前的木堆 有了火光 夜晚也总算没那么可怕 疲劳二人组挂起吊床 就睡着了 第二天 机场碌碌的俩人 准备寻找食物 他们边走边拍边问 看见什么 都想知道能不能吃 不过费半天劲 也只找到一颗杏仁 罗素求助家长 不仅建议 他下海捕鱼 这无疑是个好主意 俩人立马看起了教学视频 先这样 再那样 嗯 理论知识很充分 就是现实和理想 差挺远 肖间的木棍 仿佛是个摆设 连鱼鳞都没挨着 好在教室附近 有一些海螺和生蚝 勉强可以塞牙缝 就是那味道嘛 又没味又嚼不动 傍晚时分 两人在海边 抖遇了路过的渔夫 这不就是逃生蚝时机吗 节目组一听 赶紧致止 作弊啊这是 看来这条路行不通 不过渔夫们 来都来了 不要点什么 多亏 于是 罗素开启翻译软件 现学习语 俩人连笔带话 最终用墨镜 换到了一条鰻 两天来的 第一顿大餐 吃之前 必须发个朋友圈呀 只是 这鳗鱼怎么处理来着 还是要靠万能网友 看完教学视频的罗素 满脸自信 不就是切鳗鱼吗 这鱼的形状 应该挺好切的吧 说着 他又拿起50刀开干 只是一刀两刀下去 鱼头竟然还没断 强烈怀疑 卖到了假刀 因为长期住在城市里 两人都没怎么 直面过杀生场景 突然要来这么暴力 还真有点受不住 鱼鱼这么可爱 怎么能吃鱼鱼 不过要是不吃 明天怎么有力气 做竹筏 逃出荒岛呢 只能说 真香呀 第三天一大早 趁着太阳还没升起 温度还没变高 两人赶紧开始大竹筏 方法自然还是跟网上学的 就是这个求生袋 做成的小东西 看起来非常不牢靠 真妮还是打算 用最传统的编织竹筏 他精力旺盛的 去竹林浅竹子 体力靠近 萎靡不振的罗素 羡慕嫉妒恨 还是那个熟悉的假刀 还是砍不断的竹子 罗素累得直喘气 不过 当砍竹子的人 换成真妮后 进度突然就倍速了 真妮三刀砍断了竹子 罗素被震惊到 命案无表情 为了证明自己 他又开始拼命干活 好不容易击起竹子 接下来就是捆绑固定了 网上的教程 那叫一个复杂 只会寄鞋到的罗素 再次蒙圈 各位请注意 这个男人开始摆烂了 他彻底放弃面子的问题 当真妮认真做主法时 他就在一旁 玩手机 玩西瓜虫 自拍 休息 反正也帮不上忙 反正也没太强 真妮做好后 罗素还像模像样的 上前记长 嘿 我们合作的真棒 我想真妮回去之后 能出本书了 名字就叫 我的废物队友 摆烂之后 罗素将这个行为 贯彻到底 充气囊 真妮只用两秒 他拿打气筒 横直半天 现在 终于可以逃离荒岛了 目测距离2000米 竹筏有些小沉 但整体并不影响 耗着手机指南针 俩人愉快出发 甚至有空 来了张自拍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发现 竹筏竟然 一直在原地打转 罗素绑的福利球 也飘走了 这不是划船 这更像漂流 耗时两小时 这行程80米 也是没谁了 眼看太阳 又要落山 赶人只得 求助节目组 这是离他们 最近的小船了 别的不说 这罗素在撒娇上 还是很有一套的 最后来个胜利之状 无愧是你 摆烂到底 我是拉环 观众人见一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 人生百态